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24小时运作的 而且呢通常都会有七八名员工值班来监督 但是到底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还在调查 不过是发生当下已经造成了一人丧命 而且呢这里面全部都是一人物质 所以呢非常的严重 现在已经知道了有三人因此死亡 四人受伤 现在还在清查有没有更多的死伤人数 我们会持续地为您更进报道 另外回到了台湾 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国民党的总统初选